11月20号 吹哨人在荆棘百花电影节进行展映 在映后交流环节 雷佳音的粉丝起来发言 说现实中看雷佳音头围没那么大 台上的雷佳音也澄清到 我头围只有59厘米 网上非说我61厘米 汤围在发言中表示自己看片时一直在哭 因为知道自己曾经影响了对手雷佳音的发挥 他表示自己拍吹哨人前身体不是很好 抗生素用的过多 导致有一些身体机能不是特别的好用 我才发现可能影响到我的对手 我特别内疚 作为演员真的是我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我哭了 我哭你了 在那里道这些人 似ů 个人